好了我们今天开始 把coco上来黑到一个影子都看不到 今天我们讲这个是 富税难收 有钱人的思考宁荣 讲交税 上一集我们讲英国楼 很多人就在这里说 不用交税吗 英国的税很贵的 很厉害啊留言 20%的你又不讲 很多税要交的 好像发现新大陆那样 我当然知道要交税啦 但是那集我没讲呢 因为呢 我不想说得太明显了 希望大家自己会想到 正所谓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败的人找说法 讲得出这句呢 我想你都是在打工的了 通常打工出粮交新风税 是没得谈的 是这么多就这么多的了 人工出多少你交多少税 是不会有任何回旋的空间的 但是如果讲到交税呢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说特朗普避税这几个字 那你就会见到第一个result 就是川普究竟是如何避税18年 这些避税这些事不是我做的 这是富人 刚才讲的有钱人的CR领域嘛 第一个答案呢 就是特朗普避税18年 而他是当总统的 没人拘捕的 是不是 那你们可以问一下 你们做生意的朋友啊 他们一定很多东西可以讲给你听 关于交税这个项目 哇你躺在桌上 一个影子 有钱人和做生意的人一定会认识三个人的 第一个是律师 第二个是会计师 第三个是黑社会 那认识这三个人呢 你做生意就无往而不利的了 那为什么这些律师会计师可以收到这么贵呢 因为其实他们帮他们的客人 真的可以省很多很多钱的 尤其是税这件事啦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有钱人交税呢 不是他要交多少 是他想交多少的 那香港呢也是世界 其中一个最出名的避税天堂 那所以作为香港人呢 就算你不做这些事 你都很正常的 打份工 交足税的 那你都要有些避税的常识先 你作为香港人一份子 一个避税天堂 你没理由 连这件事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 那有很多不同的手法呢 可以去减少交税 只是普通人打份工没有去想这件事 因为你都没机会用到 那没必要想啦 那有没有听过叫什么SPV呀 这些多层控股有什么玩法 为什么那些报纸经常爆出来呢 那些哪个哪个呀 那些啊 不知我免得说哪个啦 现在很敏感啦 那些公司股权呢 几十个战嘴呀 几层公司 这个指它那个什么Capital呀 有BVI公司呀 那些名字全部都差不多的 那些公司指来指去干什么鬼的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呀 那我都曾经搞过下些小生意呀 小生意我免得说什么呀 我没想说 那时候呢 我们都有个律师 有个会计师呢 就入了股做partner的 那因为我们又没有付不起那些律师费 和付不起会计师费嘛 那就拿起来一起夹粉搞生意呢 那他们可以出谋献策呢 那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的 那时候呢我经常抓住他们呢 两个星期呢 就叫他们开会呀 和他们吃饭呀 顺便问公司的东西 顺便学下他们 那律师又怎样可以玩些什么 怎样玩些股权架构呀 那些会计师又怎样报税呀 哪些东西怎样搞呀 那些公司structure呀 那些什么公司秘书呀 整堆那些东西呢 怎样出数怎样入数是最好的呢 经常抓住他们问啦 那我又不是律师又不是会计师 那不要说教大家啦 因为我没有资格教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分享一下我曾经学过些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classic的电影 或者这些classic的动画 看到是不是很想看呢 但是呢 就从来都不知道在哪里看的 因为无论你上网付钱呢 都不知道是不能看的 上次呢我们讲过用VPN 用Surfshark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资料安全之外呢 避免这个审查呢 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的呀 就是呢它可以开拓你这个 Netflix的新世界 那原来Netflix呢 就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呢 有不同的版权 不同的copyright 不同的license的问题呢 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内容的 那香港的Netflix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内容的 因为它也都没有 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买这些license呀 是不是 因为香港观众的base那么小 那比如这个 Michael Jordan的last dance 香港没有的是不是 那怎样才看到呢 原来Netflix是有的呀 那你就要上unogs.com 介绍一个网站 那你就可以找到这套last dance 在哪个国家就可以看了 那比如这些有哪些呢 Toy Story Lion King 那呢 美国反而没有的呀 只有这几个国家有的呀 南韩就有啦 那你就可以按字机 就跳到南韩 那就可以看这些戏啦 那刚才说的那套slam dunk呢 原来呢 只有日本才有的 那这些top gun呀mission impossible呀 都行 不是到处有的呀 日本有 那你可以去日本 就看到这些戏啦 那现在呢 85%off 即是一五折呀 是很奇怪这个85%off 再送三个月 那27个月 都只是47元美金而已 一个户口无限那么多部机一起用 整家人一起都行呀 安心上网 又可以看Netflix 正啦 那就记住自己去下面 Description box登记啦 我首先想说一下呢 就不是我作出来的这些东西 是呢 我都是上网看到的 就给一个credit呢 这个叫本研社团队哦 他前段出了2018年出了一个 报告呢叫付税难收 香港股权尊阳住宅避税研究 题目呢叫呼豪热钱 炒楼神器 最新数字大破解哦 那一般人呢 以非手指身份买入物业呢 要交这个15%买家印花税啦 即是非香港居民或者公司买家 那再加15%呢 就要重价印花税哦 即是 你明下呢已经有第2个物业啦 即是你现在买第2间的第3间 如果3年内再转售物业呢 又要再给多10-20%的额外印花税嘛 如果你懂得玩呢 用公司股权转让买物业呢 那由这个30-20%改到是0.2% 只需要交0.2%的公司股权转换的印花税而已 那如果一个 非永久香港居民啊 买一个1000万的物业 他原本 要交的买家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呢 就合共招务价30% 即是要交300万 那如果用公司股权转让交易物业呢 那双方呢都只需要给0.2而已 那即是2万元而已 1000万的物业呢 只需要total交4万元税而已 那原本的税率的150分之一哦 那就算穷人他写的 这不是我讲的 穷人首置都要给4.25% 那这个三大辣椒呢就沦为呢 规管一般市民的穷人税 有钱人买豪宅呢就交0.4% 穷人呢就交4-30% 那这些呢就是有钱人的玩法啦 政府呢一直都说呢 投资需求数字低 只是肯说呢每年交了这个买家印花税呢 17-18年就有4400宗啦大约 就有交了买家印花税的 但是呢 这个研究社呢就发现呢 同一年啊有3400宗呢 转让公司股权的交易物业啊 那即差不多呢 4000多宗人 total8000宗人不见了3000多宗了 即不见了四成了 不见了五成了 那么呢 这个本研社啊 就找到一条好招 就找他一些 因为呢这要填方 详细我不讲了 那总之你这样交公司印花税呢 就要填方的 那叫借贺买楼 那他就数一下有多少个这个表格递交了呢 那就估到这个 炒楼避税有几大规模啦 那他根据这个表格的数字呢 就发现了呢 是1516年啊2000多宗 1819年呢3400宗已经是升了一半啦 那2019年 2019年呢 头11个月啊 都有2891宗啊 即是都有3000多了 你计算了12月 那所以 这个公司避税呢 是 一直都在做的啦 其实这么多年 那他说18年那时呢 这个付税难收研究报告啊 就126宗 新闻报道过的股权赚量交易呢 已经合共避税94亿啦 126宗我避了94亿啦 你想想避了多少 那现在平均 是3000宗嘛 刚才百多宗是94亿 那3000宗你估计多少钱呢 应该都 你照成上去都几百亿啦 正常是不是估计啦 那但是政府呢 一直都当看不到的 这个避税的漏洞呢 又继续留给这些 有钱人去炒楼 去承托住楼市呀 所以楼市疯狂那样升的 因为人家根本不用给税的 是那些穷人才要给税的 通常我们讲这些公司呢 就叫SPV啦 刚才上面讲过啦 叫Special Purpose Vehicle 这间公司呢 唯一的用途呢 就是装住那间物业而已 它就不会做其他生意的啦 所以呢我拥有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就只有一间物业啦 那我卖给你呢 就将整间公司transfer了给你 那你很自然就拿了下面 要下面的物业啦 那上面讲过啦 这些公司的交易呢 只需要0.2%的印花税而已 那你一省就省 过百万几十万 过千万不等的啦 所以呢 你说可能公司都要 开公司要付钱的嘛 又要报税要做audit 那一万几千元就完全不规眼的 那还有呢 你又可能会问喔 那中间收个租又怎样计先 那些收入都要交利得税的嘛 是不是先 因为你公司差钱嘛 那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少年你太年轻了 那一定又有很多办法的 那中间是怎样讲呢 那这儿就不讲啦 那我留在patreon那里讲 这个是patreon独家的下半部啊 如果你想知道呢 就可以去patreon那里看啦 那最后呢 记住给个like我啦 share啦 订阅和留个comment啦 恋 Donald